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8月23日 祖季响时乌鸡补身 一甲2021-22赛季本周末打响 在周一凌晨 有一场重头戏拉开帷幕 比赛在乌电尼斯与祖云达斯之间展开 届时M直播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虽然上季国民打破垄断勇夺联赛锦标 使得祖季时连贯梦想破灭 但来到经济卷土重来的班马军团 依旧是争贯大热门 反观班底有限的乌电尼斯 还是以保祖为首要目标的队伍 相比之下两队实力等多方面 不在同一个档次 此番不妨看好二进攻的 爱丽尼代队喜迎新球季开门红 乌电尼斯首要目标保祖 过去几个赛季 乌电尼斯的战绩非常之糟糕 虽然都能完成保祖任务 成功留在顶级联赛 但最高不过才12名 最低却排在第16 可见球队在一甲的竞争力非常弱 自然而然保祖已成乌电尼斯的新赛季首要目标 班底方面乌电尼斯今下走了主力洛迪高 迪保罗 这名阿根廷前锋上级可以贡献9球 是阵中入球数最多的射手 至此不妨看一组数据 上级乌电尼斯军场入球数仅有可怜的1.11球 是除了三支将班球队外最差的进攻水准 即便球队相应的从引进小江拉莎 司马迪西作为补充 再加上佩雷拉 普希图和奥卡卡等人 乌电尼斯新赛季的进攻线未必能够有突出的表现 除此之外 防守也是一项重要指标 乌电尼斯今下在门将位置上引进两名球员 此局也能看出管理层对上级后防线颇为不满 阻迹志在冲冠 阻迹上赛季失忆后 很多人都将问题归结到了战术因素上 如今看来高层对此也是比较认可的 因此 他们选择请回了老朋友艾利尼 而在转会窗上 也没有太多的投入 较大手笔则是引入意大利国角文努尔 卢卡迪利此举用意不言而喻 就是在疫情当下减少开支 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 以此来改善球队中场创造力不足问题 智乌进攻端则无需过多担心 毕竟斑马军团阵中坐拥基斯坦奴 朗拿杜 费特利高 基艾莎 艾华路 摩拉达和保罗 戴巴拿多位进攻好手 前三位在今夏欧国杯中发挥非常亮眼 其中葡萄牙球星既是上赛季一甲金靴得主 也是今夏欧国杯最佳射手 保罗 戴巴拿则是在今夏多次被主帅艾利尼点名 此子被视作为斑马军团的舰队核心 由此可见 一旦改善中场创造力问题之后 新赛季的阻迹将会非常恐怖 赛前相关数据一览 一 阻迹是一甲最会踢街木战的球队之一 过去五个赛季 他们都能在首轮获得开门红 二 双方过去十次各项赛事交手阻迹赢足八场 乌电尼斯堪称他们的复兴 此外 保罗 戴巴拿最喜欢的对手之一也是乌电尼斯 自登陆一甲联赛之后 阿根廷前锋面对这支球队斩获了八球 并送出六次助攻 伤兵方面 乌电尼斯前锋尼斯托洛夫斯基因伤缺阵 祖云达斯则是中场维斯顿 麦坚尼平赛 中场阿瑟 美露和爱迪恩 拉比奥特因伤眷琴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前回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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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